資深剛剛看到的是CP22 事實上高度關注北韓疫情的大爆炸 因為這個可能使得西太平洋的國際政治 帶來新一輪的變化 是沒有錯 剛剛影片看到中的北韓的狀況 完全沒有戴戴口罩 這是四月份包括太陽節 包括他的建軍絕的這些遊行當中 所以現在北韓疫情的大爆發 都被認為跟當時有嚴重的關係 那到現在最新的數字當中 北韓累計發燒的人數超過120萬 他自己公布的官方數據說 只有17萬人確診21萬人 21個人病死 但是韓國的市中研究所的 相關的研究人員就認為說 因為北韓沒有任何疫苗 也沒有任何相關的疫調 所以這些120萬人的發燒 都可以可能都可以被認定是 有確診感染Omicron的狀況 那而且這個速度還在不斷的增加當中 那這個所以大家想說 到底原因怎麼發生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因素 因為大家還記住了吉林在二三月的時候 其實是很嚴重的狀況 那現在就懷疑說 這個病毒從吉林這樣過來 那事實上金小胖在2020年開始 這個情況變成爆發的時候 他就要求全面封閉這個邊界 只要任何中國人從過來 他就全部槍斃 可是可以開槍槍斃中國人的 可是你還是沒辦法阻止這些病毒過去 這是一個原因 但是第二個原因可能還是金小胖自己決策的問題 這個決策問題包括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他完全無視於現在Omicron疫情的擴張 還是在不斷的在這種建軍節當中 大量的不戴口罩的聚集 那被認為這個是造成擴散最大的破口 你看從四月下旬到現在 快速的有這麼多案例的累積 都認為那個時間點是很嚴重的 第二個就剛剛提到的 WHA要這個提供他128萬劑AZ的疫苗 他也不要 中國願意提供他科興的疫苗 他也不要這個我們能理解 他如果有中國的疫苗 也一點效用都沒有 他想要俄羅斯的疫苗 可是俄羅斯這一兩年 都陷於這個烏俄戰爭當中也不理他 所以導致整個國家當中 沒有任何疫苗可以提供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的一個決策的錯誤跟判斷 可能是導致現在這個北韓的疫情 大量的爆發的原因 那現在看到是說最新的消息說 金小胖他要求軍隊進入平壤 進入平壤當中他的說法是說 他要要求軍隊來協助穩定藥品的攻擊 能夠快速的拉到民眾的手中 問題是哪來的藥品 你沒有疫苗 那更不用講說 其實全世界到現在都還不是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新冠肺炎的藥品 他哪來的藥品 所以這當然很懷疑 所以我個人認為很大一塊 你與其說軍隊是要協助這個健康服務 還不如說是要透過這種所謂的 這種威權的方式來進行維穩的動作 有點叫做戒嚴的概念 可是當這個東西其實 誰能載州亦能復州 一不小心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疫情持續的擴大 人數大量的死亡 軍隊也承受不住的時候 最後你可能是直接危及金小胖的政權 在這個危及的過程當中 那金小胖怎麼辦 通常這時候出口轉內銷是最好的做法 也就是說他可能會動用一些 在地緣政治上面 聳動的危險的一些動作 來轉移這些焦點 甚至來要求國際社會 你全部給我進來協助的情況 那特別又適逢拜登這個520前後 要到達這個南韓去訪問 所以金小胖那時候會不會有一些驚人之舉 牽動地緣政治其實大家都很關注的 可是不是只有 而且北韓疫情如果爆炸 北韓跟中國的邊境 事實上是很難管控的 對 所以中國在那邊動態清零 社會面清零 清了老半天 他的鄰居疫情大爆炸 他也很難清啊 我個人會有這種所謂的 這種所謂的疫情難民 從北韓大量的都度過壓力 將湧入到東北情況 那這時候你倒是什麼 導致你中國更難去做清零的動作 而且這個動態精零政策 現在恐怕習近平 可以導致他更大的傷腦筋的問題 其實這一系列最近習近平一些 詭異的消息 我都認為是詭異的消息 像譬如說剛剛創下講到的 習近平是不是有了腦瘤 那譬如說上禮拜王岐山到了南韓之後 都不開口稱習近平只講他他他 這個都很奇怪的狀況 最詭異的這件事情是 在這個這兩天的人民日報跟新華社 的頭版頭 刊的是李克強4月25號的會議當中的 一些文字看了上萬字 這個堪比國家主席 堪比總數系的規格 而且是20天前的會議 在20天後5月15號 頭版頭被你這樣看出來 高度的拉高李克強的位置 這是很罕見的 一般絕對都是習近平 習近平習近平 李克強小小一腳 像是李克強很大的一個篇幅 這些種種跡象都認為說 是不是習李的這種所謂的鬥爭 又在一起 而且看起來所謂這個對於 李克強來反對習近平的力量 是不是又加大 這個是有機可循的狀況 因為看到李克強最近的一些講法 當中 包括了他對習近平暢反調 然後說現在要救經濟 要穩就業 對於習近平的固定這些 這些所謂的動態經濟的政策 有些部分可以調整等等 他都出來講 他都出來講的過程當中 他就想說李克強是不是這時候 在集結了黨內的不滿 在做反習抗習的鬥爭當中 取得了一些政治上的高度 這是從有機可循的部分 從三月份朱鎔基就傳出來說 對於這個習近平政策的不滿 朱鎔基反習的說法 在華爾街日報所聲音被披露 然後你看到四五月份 李克強慢慢慢慢加大了這個火力 在針對習近平的政策去做批判 你說這種反習勢力 是不是從過去的江派 集結成因為經濟的問題 因為疫情的問題 因為不滿習近平要第三任連任的問題 而集結在李克強身邊 如果集結成行 看樣子下一個政治鬥爭的撕殺點 就在七月底八月初要舉辦的北戴河會議